不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而是我用那個VBA來做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的時候 可以把原來這個綜合練習的範例 再複製一個按Ctrl鍵拖拉過來 這樣可以複製一個 那把那個格式也清掉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用VBA來做剛剛一樣的事情的話 OK那假設我今天用VBA來做的話 當然基本上的流程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難度可能又稍微比較高一些 是用VBA來做 那這個地方我產生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分別就是說第一個 我是做格式化日期 格式化日期基本上 一樣就是把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天一個顏色 禮拜六一個顏色 那還有一個還原格式 按下去 格式化 OK 那當然這個做法 就 必須用那個VBA來完成 那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流程 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一樣 需要產生 這個格式化日期 假設我今天要做這件事 第一個 我先開發人員裡面 Visual Basic 先插入一個什麼 那第一個你還是一定要先做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 裡面的話先插入一個格式化日期 格式化日期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格式化日期好了 那基本上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那個 把裡面的儲存格 裡面的 這個 如果 我希望禮拜六禮拜天 才做格式化的話 那第一個你需要做什麼 需要 把這個範圍 也是先界定起來 就有點像剛剛一樣 先把它選舉起來 所以 我們如果說要把這個範圍 先 界定出來的話 那我先 需要怎麼樣 假設設定格式化 我需要先 先確定一下 我的列是從哪一列 到哪一列 我的藍 是從哪一 哪一藍到哪一藍 那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跟前面的寫法 是差不多的 一樣要先確定一下你的列 那我的列 是從第2列 到第32列 當然這個32 將來可以用自動產生 自己去抓 那藍的話呢 基本上 跟前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我多了個追 前面都是I 因為都是列 那可是這一題 因為還有 橫向的 就是其他的藍 所以 其他的藍 特別注意 在Sales裡面 這個Sales裡面 除了列之外 後面這個藍 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變數 那我們的藍 是從第1藍 到第12藍 這個特別注意 雖然這個是A A到L 可是特別注意 在那個VBA裡面 Sales這個物件 你裡面不能放 文字 你只能放 數字 OK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Tray 一定要是用一個數字 所以是 1到12 藍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把這個範圍給界定出來 列 已經有了 藍已經有了 所以基本上等於是先把這個範圍先 先畫出來 讓他知道說 我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他會先 大家後面 有幾個地方可能要先注意一下 先判斷一下 因為這個裡面 有可能 沒有資料 那如果說 你假設 像這邊有出這個 裡面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你拿去做 Weekday的判斷的話 假設你先丟一個空的給他 他會產生錯誤 因為Weekday裡面 一定要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日期 所以我們會先在外面先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呢 這個Sales 那基本上Sales IJ指的是 他其中一個儲存格 那他會先怎麼跑呢 會先把第2列 這個儲存格 假設第1個 先拿過來 判斷一下 裡面有沒有資料啊 如果有資料 這個地方是不等於 不等於空的 表示有資料 那 先判斷禮拜六 OK 所以如果 外面包一個Weekday 實際上這個Weekday名稱 跟Excel裡面的名稱是一樣 不過這個Weekday是VBA裡面的函數 判斷一下裡面的資料 所以把這個 105年1月1號 這個日期丟過來 但是呢 只抓那個Weekday 也就只抓這個日期裡面的 禮拜 是不是禮拜 六 禮拜六等於七 如果這一件事情成立的話 他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格式 做一個變化的話 前面有講過 字的顏色 就是什麼呢 Fone Color 這個儲存格的 Fone Color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深綠色的 那深綠色的話 怎麼去做格式 其實這個格式 我前面講過的RGB 如果你要找那個深綠色的 其實直接點這邊一下 其他色彩 那你就點一個深綠色的吧 深綠色的應該是 這一塊吧 OK 假設這個 制定一下 那你會發現 深綠色的顏色是0 128 0 那其實我是把它再往下調 因為如果你 不夠綠的話 你可以往下調 你會發現 這個 綠色的顏色 如果數字越少 顏色越深 所以他在調 也許你可以給他100 或者給他一個50好了 假設反正就深綠色就OK了 好那我就把這個深綠色顏色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我自己的顏色就深綠色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 底色 intro color 這個前面好像也講過 如果說我今天要淺綠色的話 那淺綠色怎麼 是200 這個數字怎麼來 其實也是一樣 我一樣在常用裡面的這個地方 找到一個淺綠色的吧 然後一樣制定一下 我看一下 204 綠色是255 然後呢 藍色是204 那為了比較好記 我就取個整數 200 255 200 其實做出來 其實也是淺綠色的 差一點點 其實 一般 肉眼是看不出來的 差一點點數字 OK 所以這個RGB的數字 我知道之後的話